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技不可否认 确实是很好 一般绝大部分演技好的人 人品也好 比如刘德华 陈道明等人 但在曾志伟这里却变得不一样了 当人们想到他的时候就会想起他所做的那些事 哪一件都是让人感到恶心的事 最著名的便是蓝结音事件了 当初蓝结音被强暴的时候便有曾志伟在内 但由于曾志伟的腕太大了 背景实在雄厚 凭借蓝结音艺人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以至于这件事藏在蓝结音心中十几年都没说出口 被曝光后 曾志伟立马举行发布会辟谣此事 并表示自己很尊重女性 从来都不会做这种事 这件事最后也被曾志伟用他强大的背景给压了下去 尊不尊重人不知道 但被打却是真的 2001年的某次完会上 曾志伟在众人面前嘲笑荣祖儿长得丑 此时的他已经在娱乐圈有了些许名气 或许是膨胀的过头了 啥话都敢说 一天晚上曾志伟与朋友喝完酒 从酒吧门口出来 那时是晚上的凌晨2点30分 只见几个大汉拿着棍子朝他走来 此时曾志伟并没有在意这几个大汉 这几个大汉对着曾志伟就是一顿暴打 打得曾志伟躺在地上求饶 旁边的几位朋友也是立马对着这几位大汉求饶 只见曾志伟躺在地上哀嚎不停 几位大汉才得以停手 第二天就有一条新闻登上香港日报 某知名男星半夜惨遭痛打 朋友几人连忙将其男星送往医院 这位男星身上缝了29针 而日报中的男星便是曾志伟 后来曾志伟才知道打他的人是殷皇的人 而幕后主使便是杨寿成 杨寿成是谁 殷皇集团的老总 荣祖儿的干爹 得知荣祖儿被曾志伟骂丑后 杨寿成立马派人去教训了曾志伟一顿 当时的曾志伟还不像现在这样一手遮天 经过这件事后 曾志伟也确实变得老实多了 不过等他成名以后 这种事又发生了 而且还是接二连三的发生 但碍于曾志伟的地位 很多人都默默地扛了下来 其实曾志伟风流成性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自打他成年起 这种事便发生了 曾志伟出生于1953年香港的一个高职权家庭 在那个时候 只要你是当官的 那么你家一定是富得流油的那种 小官就能富得流油 大官更加不用说了 在那个黑白通吃的年代 曾志伟出生了 父亲曾启荣是警察局的大队长 从他手中经过的钱不在少数 在15岁的时候 曾志伟遇到了王美华 王美华当时是一名歌手 虽然不怎么出名 但长得确实十分漂亮 曾志伟一见钟情 对着王美华一顿穷追猛打 虽然才15岁 但拿着招式玩的可一点都不比成年人差 又是给王美华买珠宝首饰 又是送衣服裤子啥的 本就家境贫寒的王美华一见这阵势 哪里能招架得住 直接投入了曾志伟的怀抱之中 等王美华18岁的时候 曾志伟立马就去见了王美华的父母 在父母的催促下 两人立马就领了证 很快就诞下两个女儿 曾宝姨跟曾永姨 虽然有了两个女儿 但曾志伟风流的性格依旧没有改变 经常出去花天酒地 不过这样美好的日子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三年后 香港实施反腐贪污举措 作为两手沾满油的曾启荣 自然逃不过这场反腐贪污的斗争 很快曾启荣全家就被抄了个底朝天 曾启荣成为漏网之鱼 政府并没有抓到曾启荣 此时的曾启荣已经跑到台湾苟延残喘了 而这时王美华也与曾志伟提出了离婚 老娘跟你在一起试图你什么 长得丑还是长得矮 现在你家都已经破产了 老娘跟你在一起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两个女儿判给了曾志伟 但曾志伟哪里是会照顾孩子的人 转头就把两个女儿送往台湾 让父亲替他照顾 没有了父亲曾启荣的庇佑 曾志伟什么都不是 曾志伟只好从头开始 他开始慢慢踏入演艺圈 此时的他什么人脉都没有 每天不是在跑龙套 就是在跑龙套的路上 直到1974年 曾志伟被刘家良看中 于是便把他带到台湾发展 有了刘家良的帮助 曾志伟直接当起了导演 并拍摄了最佳拍档系列电影 1976年 又跟着刘家良 红金宝 成龙回到了香港发展 在香港发展的日子 曾志伟遇上了宋丽华 当时的曾志伟还没有丝毫名气 但宋丽华十分喜欢他 宋丽华很快就怀上了孩子 1979年 大儿子曾国祥出生 曾志伟随后又出演了五福星 最佳损友等电影 1981年 最佳损友上映 观看的人数不胜数 更是创下了联映三十四天的票房奇迹 这一年 二儿子曾国游出生 虽然最佳损友票房大卖 但曾志伟依旧处于无名小辈的状态 1989年 曾志伟与宋丽华两人登记结婚 或许有前车之鉴 曾志伟也开始效仿 当时成龙与林凤娇结婚后 就将林凤娇送往了美国 然后自己在香港开始了自己的风流之路 曾志伟见状也将宋丽华送往了加拿大 另外外加两个儿子也送往了加拿大 此时的曾志伟没有宋丽华的羁绊 玩的是更嗨了 沉寂了好几年 曾志伟的事业终于迎来了转机 1992年 宇谭永林张曼玉电影双城故事 凭借剧中志伟一决 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而曾志伟也开始了他的风流之旅 早在1990年拍摄安乐战场的时候 曾志伟就在戏中假戏真作 在与于倩文拍摄之前 对于倩文说 拍摄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做得逼真一些 于倩文点头答应 却没想到是假戏真作 于倩文健壮拼命反抗 一旁的导演与制片人员以为是于倩文入戏太深 便没有喊咖 当这段剧情拍摄完成后 于倩文彻底崩溃了 他的一生就这样被曾志伟给毁了 一旁的女美术指导见状对着曾志伟大骂 你没有人性 电影上映后也很快受到观众的指责 迫于娱乐压力 导演不得不将这部分删除 而曾志伟对于这件事并没有道歉 于倩文也因为此事再也没有踏入娱乐圈半部了 曾志伟彼时却是混得风生水起 1998年 蓝结音的父母相继去世 心情十分低落 恰好这时曾志伟与邓翠文一起去新加坡拍戏 便带上了蓝结音一块去玩 然后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回来以后蓝结音便患上了抑郁症 时不时精神失常 彼时的曾志伟已经不是前两年的曾志伟了 现在的他手中握着大量人脉和资源 蓝结音不敢报警 害怕自己陷入其中出不来 直到2014年才敢将这件事说出来 为何要等到2014年 一位当时的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 每一届基本上都是曾志伟 2013年成龙上任 才刚将这件事说出来 原以为成龙会帮自己 但却没想到对于这件事 成龙也无可奈何 面对媒体的采访时也表示 此事一言难尽 改日再谈 采访刘嘉玲时 刘嘉玲泽稍微透露了一点 这个任务我交给曾志伟 我觉得他是高人 他懂得用什么方法去化解 去和他聊天 可能其他人进不了他的世界 在2009年的时候 刘德华担任副会长 在这个期间 刘德华给蓝结音送上了十万港币 但在中途又被别人给结走了 刘德华想帮但又帮不上忙 后来就干脆卸任了 这件事直到2018年主委爆料 才将这件事查了个水落石出 不过很快就没有了下文 2001年曾志伟又与关书仪产生了关系 当时的关书仪凭借一手 难得有情人爆火 一夜爆火的她很快也吸引到了曾志伟 2001年曾志伟与关书仪同居的照片 登上各大周刊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关书仪在自己最红的时候选择了退出 原因竟是怀孕了 彼时的关书仪未婚先孕 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各大媒体 及狗仔的调查 根据许多杂论的线索 媒体基本上已经能确定这个人是谁了 没错 这个人便是曾志伟 但曾志伟却立马否认此事 不久后 儿子关俊贤出生 那段时间几乎看不到关书仪的踪影 一年后 关书仪开始付出 但又因为经济问题被银行追债 面对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 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力挺关书仪 而曾志伟却是唯一一个 这也更加坐实了孩子的父亲就是曾志伟 或许是不想给曾志伟带来麻烦 在多年以后 关书仪在印词上称孩子不是曾志伟的 而是另有其人 这边关书仪的事情还没结束 曾志伟又与另外一名女性产生关系 2002年 20岁的林苑 受她邀请去广州参加一场聚会 听说有一名巨星也会参加 林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便匆忙赶到广州 这位巨星便是曾志伟 与林苑一同的还有六位模特 曾志伟与同行的几人将他们七人带到KTV喝酒 当时正好林苑想上厕所 于是就匆匆忙忙的去上了个厕所 回来的时候就拿起自己的杯子喝了起来 这时林苑才想起来老实的话 上完厕所后 自己喝过的杯子或瓶子就不要再碰了 林苑立马跑到厕所抠喉咙 将刚才喝下去的都呕吐了出来 从厕所出来后只见那六个模特纷纷倒地 在场的男的一个抱一个的走了 只剩下林苑还没倒 然后林苑就听到曾志伟与另外一名男的 用粤语在那里讲怎么还没见效 听完这句话林苑立马就装倒 随后就被拉上了车 用老实教的方法成功从车上逃脱 那天晚上只有他一人逃了出来 其他六位模特依旧未见踪影 这件事还是模特教母 韩颖华在微博上爆出的 当时拦截鹰事件在网上持续发酵 韩颖华便站出来将此事给说了出来 当时的林苑已经有男朋友了 当曾志伟得知林苑有男朋友后 便对他说 要想在娱乐圈混一定不能谈恋爱 两个月后林苑与男朋友分手 曾志伟则带着他一起发展 随后就给他安排出演江湖 顺便还将林苑收作该女儿 两人经常被媒体拍到一同进入酒店 林苑甚至还去奥店买应运棒 而林苑也不是一个痴情种 在与曾志伟交往时 另一只脚又踏上了侧田 当时的侧田与陈奕迅的名气相差无几 对于这种会唱歌又有名气还年轻的人 林苑肯定是选择侧田了 两人后来被拍到一同进入侧田的公寓中 曾志伟看到这一幕 瞬间觉得被戴了绿帽子 一度说要把林苑给封杀 林苑健壮赶紧向曾志伟求饶 保证不再与侧田有来往 曾志伟这才罢休 而侧田也因为这件事口碑一落千丈 而陈奕迅此时已经往更高处爬了 随着事情的发酵 曾志伟便将这件事 以嫁女儿的理由给糊弄过去了 后来谭永林见到曾志伟后 便恭喜曾志伟荣当岳父 曾志伟一听瞬间脸就绿了 对着谭永林就是开骂 两人甚至都快打起来了 陈奕迅赶紧将二人拉开 才阻止了两人的战斗 不仅如此 曾志伟更是明目张胆地与一群港姐 在海滩拍写真集 一群港姐而难的只有曾志伟一人 别提曾志伟有多高兴了 近几年传闻曾志伟与周冬宇也有染 并且多次拍到了两人在一起的画面 但是周冬宇却发文否认了此事 这件事是否是真的 现在也无法确认 但可以确认的是曾志伟确实是风流 做了种种恶事都能全身而退 不得不说背后的背景有多强大 现在的她只要一被人们提起 立马想到的绝对不是她的演技 而是她那副恶臭的嘴脸和虚伪的外表 一副人的皮囊里面却装着一颗狼的心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雨姐的话别忘记点点关注哟